欢迎收看今天的A股全通节目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今天A股的一个走势 那么今天呢基本上负面的消息非常多 那么市场呢都就开盘了一路就向下走 那么跌幅也比较大 三振中指呢最后选手到2900点啊 收2909点跌1.83% 三振50也跌1.55%收到2965点 那么看到呢穿越板子今天跌幅最大 2.23%收呢这个1673点 那么两市成交呢是一个说量啊 下跌的一个情况423亿 港资呢继续进流入16.71 那么今天的必选情绪啊升温的很厉害啊 不值选手219 这里呢有一些板块呢啊简单分析一下 啊那么首先呢今天这个没有板块上涨的啊 全部都下跌 那么个股啊跌多啊 基本上涨得非常少 跌最多的是加电板块啊 那么里面呢几个次星股啊跌幅最大 啊那么呃解释呢啊 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博弈这个啊 双11啊之后的一些资金啊 在获利兑现加上大盘走啊走的标注 那么里面呢两大这个呃家电龙头啊 格力呢跟这个美迪今天跌幅比较大啊 啊那么我觉得是前期这个累计涨不比较多 那么随着这个啊这个地产竣工啊数据的一个改善呢 相信这两个个股在后面呢 应该还是能够维持一个啊声势 那么另外呢这个科技股啊一些地亿比较度比较高的个股 科技科技板块呢今天跌幅也比较大 那么同样呢也受到中美这个协议的一个谈判呢 在啊关于取消关税的一个问题上呢有发生这个变化啊 那么市场的情绪啊重归这个谨慎 那么另外呢上网零售跟煤炭股呢也也是啊跌幅居前 那么今天一栋满快一栋下跌呢是航空运输啊 早盘都跌比较明显 这呢这跟啊人民币汇率啊重新的跌破期啊有关 那么另外呢券商期货股呢一度一动啊 那么主要是跟政策啊有关 国内呢这个证监会是啊这个加紧推出了关于债融资啊 政策的一个全面松绑啊那么利好券商投行业务 那么另外呢也是啊推出了这个期货 股指期货这个沪生300的一个啊这个新的一个期质啊 那么是扩容啊也是有利于这里啊 券商跟期货的一个业务 那么市场里面的40%左右的啊市场份呢呢在券商 那么剩下2%到30呢是在几个期货公司里面啊 那么他们的一个主营业务呢啊也比较单一 那么受到的影响比较正面 只不过呢现在估值来说的比较高 那么另外呢就是TWS指数啊 真无线狼牙耳机呢找盘是逆势上涨啊 那么啊这一块呢主要是跟啊市场呢 冲紧这个无线狼牙耳机呢打入啊安卓机 也就是今年四季度开始放亮之后的一些机会 那么可以留意一下供达声电声啊这样的一些个股 那么分析在大盘啊今天后面就没有一些板块个股啊 直接讲一下大盘 左边这个图呢反映的是今天一半的个股跌幅呢在3%左右 啊12个个股跌停啊18个涨停 那么基本上呢今天随便买一只呢都是亏的啊 那么主要是多重的一个短线利贷啊 那么户指形成2900 首先呢物价飙涨啊这里说的是猪肉价格环比呢 啊这个同比啊涨了一倍啊猪肉的一个CPI 那么尽管核心啊物价呢还是低迷 但是呢啊市场对于后面啊CPI呢 呃的一个预期啊甚至能够去到4%左右啊 那么是担心啊这个货币政策啊的一个使用受到影响 那么另外呢PPI指数继续下行 市场担心啊啊生产通缩了会影响盈利的一个啊表现 那么最终呢作用在啊降息的预期上面呢 这个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分歧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呃 特朗普呢表示这个还没有同意关于分阶段取消关税啊 那么汇率呢跌破7.0 这也是一个负面因素啊 那么加上呢年底机构啊 这个基本上只赢离场为主啊 风险票在一个向下的一个通道里面啊 立单市场的一个啊表现 那么还有呢再融资的一个胸绑啊 这一块呢实际上就是变相的一个扩容 对市场来说呢会出现不少啊流动性的一个冲击 啊所以呢基本上这四四大这个立单因素啊 那么后面呢关注户者在两千九的一个啊考验啊 考验这个两千九 那么主要呢是要看这个一些 这个礼拜二跟四的一些经济数据 跟啊社会经济数据啊 是啊那么去考验啊 这样的一个位置 好那么这个上面提到一些个股 没有持有啊 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